今天阿琪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叫做硕士摄影 硕士摄影其实是蛮有趣的 透过这个技巧我们可以把几个小时的 或者甚至几天几个礼拜的时间 浓缩成一段大概几十秒的一段精华的影片 看的人就会觉得时间怎么好像在浓缩 飞快的走动一样就很有趣 那如果说想要玩这个技巧的话 其实用单眼其实是比较方便的 绝大部分的单眼都应该可以接快门线 那快门线的话有一种比较高阶一点的多功能 辨纸快门线类似我手上这一种的话 那如果是这一种的话 它可以做所谓的定时或者叫做间距摄影的功能 那它就可以设定说每多少时间 比如说每五秒每一分钟这样去拍一张 那我们拍完一堆照片的话 就可以回去做一个合成的一个动作 那在玩那个硕士摄影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相机会有一些设定要做调整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 对焦的部分我建议调成手动对焦 要不然你每张拍出来的对焦位置不一样的话 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是手动对焦要记得透过手动对焦环的话 设定好一个适当的焦距 那在接下来的话是相机设定的部分 那相机设定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的话拍摄的模式我通常是用光圈先绝 光圈先绝的话你再选一个适当的光圈跟适当的反光度 那感光度大概以经验来说的话大概是200到400左右 那根据不同的主体 你可能拍植物或者拍成混 然后有一些些不同的考量 你到时候再自己做一些些的微调 那在白平衡的部分的话 一般来说如果是成混那种天色变化的话 当然是用自动拍片会比较好 要不然你固定某一个白平衡的话 这样天色变化的颜色会非常的奇怪 除非你今天拍的是植物 那种在室内有点像摄影棚的环境里能够控制的话 你不想颜色会跑掉的话 那就是手动白平衡的部分 画节的部分的话 如果说你不想要回去每张度做处理的话 那其实没有必要太在意说 到底要不要用RAW的问题 而且因为我们最后合成的影片是Full HD 那Full HD是其实只有200万画素 所以如果说你不想要太占空间 或者是不想太麻烦 然后我有时候拍摄上的话 通常是用中间的那个解释度而已 这样拍摄会比较节省空间 那处理起来也比较轻松一点点 那设定完相机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设定间距摄影手把 或者是如果是你的相机是在选单的话 就去选单设定 那在手把上的话 那又看到有些模式 那我们现在是玩间距摄影的话 当然是Interval IntVL 的那一个部分 那我们移到Interval 的部分的话 透过那个Set按键 那我们就可以设定多长的一个间距 你要看物体转变的速度的快慢 记得做一个决定 比如说今天是晨昏的环境 就是说天色变化或者是云式变化比较快的话 那你可能至少每5秒到10秒取一张 这样合出来都会比较顺畅 但如果说你今天拍的是植物那种很久很久都会才动一次那种物体的话 可能你可以一两分钟取一张 或者甚至五分钟取一张都可以 那设定完这个间距之后的话 那我们再设定说 我们总共要拍几张 那以我这个手把 现在手上这个手把为例的话 它最多其实可以到399张 我一般来说其实不管多长 我都是设定到最长 那如果说不够的话 我再去按一下 或者是要多的话 反正按停止就好 设定上基本上这样就OK 然后设定完 按一下Start 然后相机就会做拍摄的部分 时间就会做拍摄的部分 不过来 我们下时间就会赢 我们下时间就会发现 不是我们下词 我们下 Sentra 我们下游了 我们下游了 我们下游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